约西亚王其实很不容易 他十六岁开始寻求神 那么他二十岁开始 他就起来开始洁净 开始洁净全地 那你就底下的这一段 大家自己回家读了 他真的是做了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他洁净犹大耶路撒冷除掉秋坛 你看多少的王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只是秋坛还没有除去 但是约西亚王却把秋坛 把木坛把所有的偶像他都除去 而且他的复兴他的洁净 不仅仅是在耶路撒冷 第六节在马拉西 以法连 西缅 拉福塔利 各层视为破坏之处都这样子行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 才二十岁 他能够定义把神家的偶像除掉 这个王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然后我们翻过来 到了约西亚王第十八年 请问他几岁 二十六岁 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也都超过二十六岁了 二十六岁的时候 他洁进圣殿以后 他们在清理圣殿的时候 找到了耶和华神的律法书 这个律法书 祭司找到了以后 希勒家就把他交给书记沙凡 沙凡就带到约西亚王的面前 炼给王听 然后我们读到第十九节 王听见律法上的话 就撕裂衣服 就怎么讲到约西亚王第二件 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他对神的话非常有反应 他在主的面前是一个柔软的人 他对主的话是一个有反应的人 他不仅仅是一个定义寻求神 要叫神家洁净来专心侍奉神的一个人 而且他对神的话这么有反应 所以当我读到这个约西亚王的时候 我里面就感触很深 你看我们今天常常读主的话的时候 我们里面不太有感觉 不太有感动 就连我们听到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没有感觉 又怎么样 当我们里面属灵开始麻木 开始老旧 开始沉的时候 这是一件危险 真的是一件危险 神的道就是从我们左耳进 从右耳出去 神的道可以在早上感动我们一下 到晚上我们完全忘记 这是一个危机 尤其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听过很多的道 自己也会讲道 所以在很多的时候 对道已经没有反应了 这是一个危机 约西亚王当他听见神话的时候 他整个人居然撕裂衣服 弟兄姊妹 你如果听见一篇非常震撼人心的信息 你说你撕裂衣服 我还可以体会 读摩西五经 会撕裂衣服 有没有人读摩西五经 把衣服撕掉了 律律典章 律上加律 令上加律 命上加命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读我们有时候都觉得烦死了 都想跳过去了 对不对 但是约西亚听见神的话的时候 他真没有感觉 他撕裂衣服 他不仅仅自己在主人面前悔改 他马上采取行动 他自己把人找来 你们要去询问这件事情 我们应当怎么做 马上开始采取行动 采取归向神的行动 而且采取要带领整个百姓来归向神的行动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读到约西亚记后面的时候 历来之下三十四章 你看到二十九节 王就拆遣人 召具犹大和耶路撒连的重章到来 而且他就站在那边 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列给他们听 王站在他的地位上 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要尽心尽信的顺从耶和华 要遵守他的诫命和法度 弟兄姊妹这是约西亚 而且他马上让这个约结 各样的祭祀 各样圣经上所说的 他把他恢复起来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年轻的王 才二十多岁 我们第二件事情看见他身上的宝贝 就是他是一个对神的话 非常非常有反应的人 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说的 他是一个采取积极行动的人 一个非常具体的行动 他悔改 他寻求 他带动全民 然后他带领全民来跟神立约 就是要做悔改的事 而且你如果去读 读列王记 他不仅仅只是把这个约书 念给百姓听 他们又在全面性的做了一次大扫除 把所有的相交轨的 可证的 全部都除灭掉 那么第四件事情 是在历代字下 三十五章 二十四节 到二十五节 这里讲到约西亚王死掉 归到他列祖的坟墓的时候 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都为他悲哀 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 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 追到约西亚 直到今日 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 这歌 载在哀歌书上 那弟兄姊妹 历代字下我们知道是以色拉所写的 他说直到今日 表示说这件事情 从约西亚死 到他 以色拉写 这个历代字下 他说直到今天 百姓们都还在纪念他 坏句话说过了一百五十年 百姓们讲到约西亚 还有许多人在这里想念他 哀哭 说到这个人是活得 令人怀念的一个人 因着他的存在 整个神家归向神 因着他的存在 让神的儿女们 能够从错误里面 能够归向神 他是一个活得令人怀念 他是一个活得非常有价值的人 这次从约西亚的身上 我们看到的 好